桂磊老师好 现场的各位专家 各位boss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实惠 今年是一名延三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 在研究生期间 曾经有两份让我引以为豪 并且有所成长的实习 一份是在宝马中国商务拓展部 做经理助理 第二份是在最近的一份 联合丽华客户发展部的暑期实习生 另外我还参加过一些商业挑战赛 比如说华为销售经营挑战赛 我是去年到航夏赛区的冠军团队 以及联合丽华商业挑战赛等 希望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求得一份关于市场营销 或者是总经理助理的职位 亦或是各位boss觉得适合我的职位 谢谢大家 这裙子真漂亮 谢谢土雷老师 谁送你 妈妈 妈妈 十会二十四岁 硕士毕业了吗 明年 明年 对 你刚才所介绍的过程当中 你实习的都是一些大单位 都是自己考进去的吗 对 就是在找第一份宝马的实习 因为我的本科背景不是特别好 是个三本的学生 所以在找第一份500强实习经历的时候 说话可以慢一点 跟你的裙子一样温婉一点 好的 你跟吃了辣椒似的 好的 就是在找宝马这份实习的过程中 是遇到过比较多的坎坷 为了这份实习 我一共面了八个岗位 都是在宝马或者奔驰 然后在最终我在第八个岗位 我是如何胜利的 当时是一位德国的老板 胜利的 如何胜利 那我接着说 然后那我当时我老板负责的主要项目 叫做IQS 叫做新车质量调研 那我了解了这个以后 从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 做了一个PPT 然后带着这份PPT去面试我 然后面试我的老板 他很认可我 然后就把我作为他的实习生 然后在这四个月当中成长了很多 对 然后第二份联合丽华的暑期实习生 也是通过了四轮的面试的选拔 都是大企业 对 我就是专门就去找这样的企业 你肯定是个延迟控 也算 找公司要找大 找男朋友也要找延迟高的 对吧 对的 你肯定是这种 然后当时在益资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投联合丽华的简历 但是联合丽华的HR给我打了电话 他们应该是通过其他的平台 简历的推荐 然后让我通过 第二次是被列到的 对的 你说你在世界五百强都实现 你去那儿不留下来 你跑这儿来干嘛 我是觉得通过参加这个节目 能跟老板直接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就打开我的眼界 然后希望各位老板也给我一些建议 这是实话 在那儿见不到老板 但在这儿没见到老板 所以来看看老板 掂量一下 对 上来整体第一观感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后面她这个像机关枪一样的这个说话 让我觉得是一个成就动机非常强的姑娘 说说你男朋友吧 这么有魅力怎么征服的呀 人格魅力 你 然后就是我们 我只听见你嘴皮子的力气 没有 你男朋友是哪里的 山东 我说哪个学校 北京大学 北大 你看 你这个 你这又是一场挑战的 对吧 你说说看你怎么搞定的 这也算一种能力嘛 你说说 怎么说 就我们的价值观会比较相似 然后会有很多兴趣爱好点 然后比如说她喜欢英语 那我会经常会问她这个音会怎么发 如果我要 你北 你杭州 她在北京 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因为 后来我去北京实习了嘛 她在北京 谁表白的呢 没有表白 没有表白 对 默契 人家是默契 对默契 默契有两种 一种是兴趣相投 一种是臭味相投 兴趣相投 不拿你打场了 还谈着吗 谈着 那你是去北京呢 还是她去杭州 还是到另外一个地方相会啊 应该我现在主要 我们两个都会是以自己各自的事业为重 就是北京上海都会找 但是 就是两个人也可以接受分开 对 但是是有时间期限的 多久啊 三年 不超三年 这三年可会发生很多事情 没有关系 我会时刻关注爱情保卫战 也要回首啊 来 可以提问了啊 我其实刚才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几轮的外企的实习都很顺利 那你自己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认为对方或者对方有没有给你个feedback 为什么是你 首先我想跟老师说 其实这份实习找得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自己 比如说像宝马 就可能别人好的学校背景 他可能面试一两次 他就通过了 但是我需要不断地琢磨每一次 在这个失败之后 去总结这个教训 然后再去 包括我最后为什么拿下这个 也是我中国不断地总结 并没有十分顺利 包括联合丽华 我也是愿意走出杭州 然后愿意去北京 去上海 去这些各个公司去实习 最终才能得到联合丽华的认可 其实这份过程并不是十分顺利 这个薪资要的不低 八千到一万的 其实不低的工资 你的理由 你觉得你怎么能够拿到这份工资 首先第一份原因是因为 我有着非常 相对于其他应届毕业生来说 有着丰富的实习经历 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实习经历要的这个价 更多的是通过这个实习经历 培养得出我一种 对于在职场当中的一些能力 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价 并且我想说明的一些是 我的八千只一万是综合的金字 不是底薪 底薪多少 七千 差不多 连礼书琳 有没有人跟你说 你有点用力过猛 刚才一直在说 你上台以后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用力过猛 说话也极快 图里老师提醒过你 你慢一点慢一点 特别的着急 有时候你那话出来比脑子快 就是你的嘴跟不上脑子 对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实习经历 包括你整个的求学经历 也是特别急功近利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认可您说我的是急功近利 我觉得比如说 我是在一个很慢慢追求 设定好这个目标 并且不断去追求的过程 是这样的 我问你这个问题 并不是想要去打击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好 因为很多年前 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 说李淑琳 你认不认为 你是一个成就动机很强的人 我当时还去查了一下 什么叫成就动机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所以只是你要学会 适当地去均匀分配 你的精力和你的力量 谢谢老师 石惠 我看到意象企业这一栏 你没有填 我意象企业因为当时企业都是在变动 现在说一说 是有吗 有 哪一家 辛辣道火锅 还有 还有那个清科集团 他们俩 就是今天新来的两个都被你选中 等一等 我觉得这两家企业有点南辕北辙 对吧 一家是接替器 解决国际民生问题的餐饮集团 另外一家 是扶植企业为主 风抢投资为辅的这个投资集团 你选清科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清科集团是投资集团 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投资人都是典型的精英团队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选辛辣道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我是一个吃货 然后辛辣道火锅的味道 我很喜欢 我觉得不成立 特别不成立 因为姑娘 你呢 刚才李树林可能说你急功近利呢 这话有点过 但不可否认 你的目的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不是个缺点啊 连续的世界500强 十一精力 在硕士胜利 非常优秀 你开宝马车吗 我不开 我做过了 你用的是华为手机 用 你手机现在什么手机 苹果 你选择企业的时候 并不是你用了它的产品 觉得喜欢才选择的 再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 还是我刚刚说的 我真的是一名吃货 我特别喜欢吃火锅 然后我很喜欢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它银行业 不论是之前的快销品 确实它 我能够通过参与 其中给我带来快乐 所以我选择这个行业 好 这个问题再延伸一下 如果今天已经 去了新拉道了 宝马让你留下来 或者联合丽华 让你留下来 你何去何从 那我要看联合丽华 提供我什么岗位 宝马 一样的职位 一样的新丑 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出现了呢 那我觉得 如果新拉道老板愿意 愿意今天 在今天这个场合里选我 那我应该会选择新拉道 先来 先来后到 有诚信 是这意思吧 好吧 你的薪酬最低 不低于多少来的 七千 这个有低于限制没有 最好是北京上海 你的职位的排布是 市场营销 几次呢 总经理助理 来 第一轮选择去何柳 全流 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张马 你想说什么 在上面几期节目里面有一次我跟李浩阳有一个争执 说呢 你们的争执多了 我们俩经常 但是有一期我们俩争执的内容是 我说那个人的面试技巧不行 对吧 今天我见到了 我在非你莫属有史以来 面试技术能排在前三名的女拳手 但是接下来请你注意 由于你过高的面试技术表现 以及过高的情商表现 包括对一些问题似是而非的回答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个情商 但是我希望你接下来的表现 继续接下来 实在一些 接地气一些 不然何马哥可要变身为何马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有点不接地气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在阐述故事的过程中 过多地强调了自己 突出了自己认为最有的优势 可能忽略了一些老板们想要知道的 但是我却没有表达出来的一些优势 掌握好度 太不会来事说人家笨 太会来事说人家假 咱们来一半 好的 好吧 你有什么才艺展示 我先唱一首歌曲吧 叫做 老板 刚才几位老板也讲过 你非常聪明 情商很高 区别了很多好的东西 我想问的是 你的毅力跟耐性怎么样 因为我感觉像你这种 非常目标清晰的人 也可能会很快放弃 就你可能会很热度 进到一个事情 但遇到困难之后 你马上就去寻找 更简单的方式了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我的毅力 第一份是我考研 在我入了大学以后 我就下定决心要考研 然后我在大一大二 就参加全国英语竞赛 然后还有大连式的数学 高等数学竞赛 都获得了二三等奖的名次 然后保证了我在考研的时候 顺利地考入了我想要的学校 这是耐力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就是说 是我在益兹实习的时候 我每天早晨五点 在我们学校起床 然后九点保证坐到 上海的办公室里 然后晚上六点钟 我要需要赶回杭州去 第二天早晨 要跟老师交代论文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能代表 我有毅力的 我们先看一下 他的性格评估 外向性很明显 刚才说话呢 太快了 宜人性很好 就是在情绪稳定性方面呢 得分不高 那么这位选手呢 总体来说是一场 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 反应能力 以及呢目的性 工作激情都非常饱满 那么这里呢 刚才大家看到的 都是很多优点 但我隐隐约约总觉得 它有点缺 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目的性太强 就是你会 找到一个很大的目标 想办法去获得这个目标 给人家感觉 就是说有点机会主义 怎么会呢 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 坐在上面的老板啊 你听我说 对吧 而且因为他的目标 都实现了 那个时候我问几个问题啊 正好沿着张老师的话说 就是你可以把 你担任过哪些的学生工作 其实我在学生工作 是比较少的 所以啊 就在他的所有指标里 就有服务性指标地 在挑人的时候 我们实际很喜欢 有学生工作经验的 他有比较强的服务性 可是你的简历 我看到的时候特别奇怪 在所有的竞赛性项目中 一技绝尘快马加鞭 但在学生服务栏 社团干部几乎为零 所以说我说张老师 说他目的强 不是坏事 而且你这么小 没问题 但是你接下来 真的要注意 做什么事情 既要有目的性 也要有服务性和公益性 我们翻过来那个第三页 那个测评的第三页 它的服务性得分 非常低 你说对了 我给他评分是八分加 还是不错的 我想问一下小辉 就是说你觉得 你希望在这个企业里边 不管是说半年 毕业以后你去了五百强 还是说在这里面两三年 你希望能够学到什么东西 和获得什么成长 我觉得两三年 第一年应该主要是 工作技能方面的 就是熟悉你这块领域 是做什么的 那在第二第三年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希望培养 自己一个战略上的眼光 就不仅局限于 自己的这份工作 能更加开拓思维 去思考更长远的事情 对 战略上的眼光跟老板 我想了解 你觉得你在这个团队当中 你可以胜任什么样的角色 可能就是一些 做一些路演活动 然后推广活动 那我觉得我在这些工作当中 是可以前期 在有人带领的过程当中 然后不断地去融入这个角色 然后去胜任 好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再确定一下底薪七千 没有地域限制 北京 上海最好是 只是北京 上海 好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三个男人走了 还有九盏灯 依然是不错的成绩 好 我们来听下 他们推荐的十位 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市场和公关助理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跟我的接触会是最多的 包括对接的事情 因为我还是黑马会的 这个上海的会长 我们也是有几千个会员 就专门负责 这个融资对接的工作 都是可以一起 从市场和公关角度来去做的 我是金山云 我认为你适合做销售助理 这样的一个岗位 工作地点 北京 两个岗位提供给你 第一个是市场相关的 一些岗位 就是市场营销 第二岗位呢 其实也可以做销售 谢谢老板 金戈资本项目工厂 这边愿意提供的职位 是投资人关系专员 看好你 谢谢 我们的市场部 我们的战略规划部 包括我们的海外业务部 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从管理陪运生可以开始做 谢谢 谢谢老板 能够提供给你的岗位 是品牌和公关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我们为你提供的岗位 是市场营销 地点呢也是在北京 好 谢谢 我自己在招总裁助理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是您的助理吗 对对对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来来来 好 石惠 你身上有很多优点 但我觉得你最大的优点 就是直觉很好 女人靠的就是直觉 对 所以我想结合你的特点 结合你的一些意愿 第一个就是在品牌部门 负责公关和传播 这一类的业务的主管 第二个呢 你可以去我们的国际食材业务板块 负责海内外的优秀食材 把中国味道传输出去 把世界上的优秀食材 引进到中国来 我们的这个办公地点 就在北京 其实我特别感兴趣啊 李总 我不知道他是直觉呢 还是拉了个电背的 所以这我选择会说明一切吧 李总不要高兴得太早 相信女人是直觉 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 男人以为他们不知不觉 等到女人伤心欲绝 男人才后知后觉 一二三 还有九盏灯 灭七盏 留两盏 去吧 谢谢你 你那么喜欢辛辣道 要灭辛辣道啊 居然 再灭三盏 还有一盏灯 李总 有请李浩阳 谈情 谈钱不上感情 李总从此再不信女人的直觉 比斗儿还冤 土地老师透露一下 两家公司提供的 让李总死的明白 留下来的全是投资类稿 来 请揭晓 你现在毕业了没有 没有 明年毕业 那你是实习生 我明年直接工作 正式工作 七千一万 这公司应该是满意的 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加入这个公司之后的 职业发展规划 通过了解投资人的投资的方向 一直到整个细分的产业 那未来我们也可以从产业这边发展 做投资人或者做财务顾问 对 我觉得未来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你只对他有问题吗 没有 我希望两个老板都 你回答同样的问题 我们这边是这样的 就是一开始是 跟着我公关和市场这方面的助理 然后如果再往上走的话 那就是市场的经理 市场的总监 然后甚至是市场的VP 这是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 你还可以做区域性的一些市场管理的工作 包括现在你到我们公司 是有机会拿西权的 只要干满一年 人生的确像功课一座又一座的堡垒 但是在功课的过程当中 还是一定有爱恨情仇的 人生不需要那么有效率 好不好 考虑一下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订阅 小剑说 我的选择是 掌测 好了 我没有 啊 不是 好